观众朋友们,要到了言归正传的时刻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我们聊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习近平怪圈 习近平很怪这个人 我说这话您可能不会诧异 为什么呢?因为他执政12年 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个变化呢,不是让人称道的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而恰恰是相反 我们可以看一看吗? 12年前,2012年 当他从胡温手上结过政权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胡温刚刚经过了 10年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政治呢,也相对的宽松 老百姓的生活呀,钱包是鼓鼓的 很多中国的广场舞大妈 在罗马广场跳广场舞 宽宽宽宽,那很多老外感到诧异 中国的旅客到哪里去,都是一抢 把商品,特别是奢侈品,一抢而空 所以大家呀,都非常欢迎 啊,中国的这些旅客 尽管呢,可能有些不太文明 没关系,有钱 走到哪里 啊,受欢迎 像香港,就希望大陆客啊 多去带动商业 但是,现在呢 中国经济衰落了 啊,三年疫情封控 解封 本来想一个报复性反弹 啊,但是没成想 他跌跌不休 中国的股市也没迎来 啊,小阳村 相反,却是几乎啊 叫一瓶如洗 啊,三千点 这个心理关口早就突破了 失业率 高企,很多年轻的大学生 啊,为什么呢 他要去考什么,考研 啊,去考公务员 原因是一毕业就失业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啊 啊,官方尽管数字不一 成一段时间还不想再披露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 其实非常的高 啊,看到我的说法 是两个青年人 就有一个待在家里 躺平,没工作 坑,家里,父母的老本 所以经济啊,现在一落千丈 啊,政治的环境 大家更知道 政治环境是越来越严酷 收得越来越紧 啊,你看现在还有什么电影可看呢 啊,都是主旋律 没有什么东西呢 是吧,言论上你要随便发一个 啊,帖子 可能就会因言获罪 啊,在纽约有一对高士兄弟 曾经呢,啊,制作了很多 这种带有政治心象的 特别是批判毛泽东的这种雕像 比如说下跪的毛泽东 这兄弟两人在胡文时代 回国没问题啊 哎,但最近就出问题了 回国不久 就被抓起来了 说呀,损害侮辱革命烈士 他把毛泽东 而列为革命的烈士 也不知道这哥们是什么时候牺牲的 啊,所以说啊 在这种问题上 政治跟过去大不相同 再说外交 过去中国人走到哪里 受欢迎 现在成了老鼠过街 啊,这是 没,不受待见 能不能看到中国人都往外躲 哎,我说这话 可是有依据的 您说呢 您,老张这个是 言过其词 那我们就得掰扯掰扯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现在是中国和西方都在抓特务 啊,这个中国修改了反间谍法 然后列出了很多条款 不断地提醒中国老百姓 注意你身边的人 可能他就是西方的间谍 所以啊,搞得很多人 就神神叨叨 啊,有一个哥们 开着车 上面插着一个美国红旗 就被人拦住 啊,说你为什么要查美国旗 他说那我喜欢美国 我就查美国旗 你查美国旗不查中国旗 你是美国的间谍 嘿,就到了这个地步 再说西方 现在也是啊,抓间谍时代 啊,就有最近大家知道 那三个啊,间谍就就抓起来了 啊,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第一个呢,是一个作家 王苏军 啊,这哥们 啊,还是我曾经的朋友 也曾经呢,在2019年4月 还到我家里来过 哎,朋友们说 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了 也不是这样 因为当时啊 啊,闫家齐先生 啊,在我们来到纽约 啊,我接待他 在我们家呀,做了一个访谈 王苏军负责接送 所以就到了我们家 你看看,我是不是引狼入室啊 哎,说了王苏军 又出来一个叫唐元俊 这也是我的朋友 啊,虽然我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多 但是经常在一些会议上 我们碰见 其实我对这人啊 没有什么坏的感觉 只是觉得呢 这哥们比较消极 常常说一些令人丧气的话 比如说 你怎么跟共产党对抗啊 你一没人 二没枪 三没钱 所以我在演讲中啊 有时候也批评他 啊,我就说老唐 这个太消极悲观 啊,有点悲观主义 其实中国现在就是 刚才烈火 旧缺啊,新兴之火 虽然我们观点不一 但是我一直觉得 这唐元俊呢 人还是很善良的 你看他的长相 啊,他就 吃眉善目的嘛 哪知道这个哥们 盯不住 啊,要回国 当然也可以理解 人家的母亲 瘫痪在床 弟弟残疾也在床 啊,现在的老父亲 九十多岁 啊,这种 失恋亲能 都可以理解 结果被撤反 现在最轰动的 啊,就是 又出来一个美女间谍 啊,前面两个 都是哥们 哎,这来一个 啊,美女 啊,女性 叫孙文 孙文啊 他即便还可以 他还曾经 作为纽约州 州长库默 啊,和县任 啊,这个 州长 一个旅州长 啊,的 副幕僚长 啊,还负责 封管劳工 啊,曾经啊 应该说 在中美之间啊 啊,他起了一个 桥梁的作用 并且呢,他今 他还阻止啊 啊,啊,这个 啊,这个 林,啊,州长 会见蔡英文 和台湾 啊,代表 接触 做了很多事 啊,影响很大 所以他这一出现呢 一起诉啊 就给华人社区 其实带来了 很大的冲击 有很多美国人 就不理解啊 就说你 华人有问题 这个族群 因为他 松文五岁啊 啊,移民到美国 按理说 受的教育 都是在成长的背景 都是在美国呀 他为什么 还有一颗 中国心 还有一颗 爱国心 这么不忠诚于 美国呢 啊,昨天 我的老师 美国老师 就跟我打电话 就说了 问我啊 咸水鸭贵不贵 哎呀,我真的没反应过来 我就说这个咸水鸭啊 应该是一个南京啊 一个传统的食物 食品 价格也不贵 一般就在十美元左右 啊,就可以买一只很好的咸水鸭 啊,但是呢 就是如果你是名厨啊 这种大厨跟你单独烹制 那可能就贵一点 但也贵不到哪里去 我的老师接着就问 为什么松文 不忠诚于美国呢 他这么想移民 哦,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啊 老师对这个事 他很愤怒 我就解释呀 我说当时是中美友好啊 克林顿那时 要求贸易跟人权脱钩 西方都资本涌向中国 中国是投资的乐土 那个时代还是胡温江泽江珠时代 所以说呢 松文成了一个桥梁 并且呢 两头吃 既赚了美国 享受民主自由和高薪 同时呢 又到中国 据说中国是提供了几百万美元 考书费给他 通过各种方式给他 他也过着呀 非常奢侈的生活 比如说在长岛 就有近四百万价值的房产 在这个残乡山 也有两百多万的海景房 还有一家法拉利的刨车 等等 还有咸水鸭 说那个中国纽约总领事 黄平知道他父母喜欢吃咸水鸭 经常要他的私厨跟他做 然后经常送 可以说咸水鸭不断解 相仇 所以这个事儿啊 的确就让整个美国人 对华裔这个族群 投向了另一种眼光 其实在之前 美国人对中国人 一直抱着很有好的态度 他们并不能 并不认为中国 能就是这个俄罗斯人 不是这样 认为中国是一个遥远的 东方古国 有自己悠久的文化 中国人很善良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啊 也不是真心相信共产主义 而是呢 而是打着这个棋子 实际上是民族主义 是这么一种看待 但现在局面 偷懒出现了逆转 人们就会怀疑啊 那你中国人 那你对美国还有忠诚度吗 你华裔有忠诚度吗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 就五百万中国人 华裔在美国生活 移民美国 他们的孩子要就业 他们要生活都会因为声闻事件 出现大的转机 只是这个转机 不是好的转机 那么我们说这些事 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什么是习近平怪圈呢 这是我的看法 我个人总结 我认为就是当一个时代 向前发展 走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股阻碍的力量 一股复辟的势力 它要阻止社会的进步 将这个前进的世界 让它脚步停下来 然后回归到过去那种野蛮的时代 具体而言 毛泽东死后啊 毛泽东带来的时代 毛时代是一个极权主义时代 来自于前苏联 列宁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 就是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对社会严密的控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左翼极权主义 但是毛泽东啊 随着913事件爆发以后 毛泽东就进入了生命的晚期 最终两腿一蹬 到阴间地朝去报道去了 他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破产 按理说呢 中国就进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这时邓小平通过胡耀邦 赵紫阳改革开放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邓小平呢 有历史的局限性 他没有改变极权主义制度 但是中国毕竟走向了四季 民营经济崛起 经济发展 融入全球化 人民的生活 开始富裕起来 在之后 六四大屠杀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可以说 在邓江湖时 整个国家和社会 是向前在移动 人民政治宽松 人民生活相对富裕 贫困人口减少 中国人可以行走世界 很多中国的孩子 留学西方 这个时代 尽管有很多不足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 但是整个来说 还是一个方向感 比较清晰的国家 人民的 还是对这个 自己的未来 是有信心的 但是2012年 随着习近平的上台 一切都改变了 整个社会 开始从邓小平的 后极权社会 向毛泽东的 极权主义社会 回归 尽管 这个回归的过程 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这个里面 他又借鉴 又吸收了 纳粹的种族主义 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同时 也利用数字高科技 对人民的监控 出现一些变化 但总体来说 习近平形成了一个怪圈 也就是毛的极权主义 走到邓的后极权主义 中国本可以 向维权主义转变 最终走向 宪政民族 但习的出现 又让他继续 划完了这个圈 又回到了极权主义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 习近平怪圈 习近平怪圈 固然具有中国的特色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世界 事实上 这个怪圈在很多维权国家 向民主化 转变的过程中 其实还都有 只是有的没有成功 比说戈勒巴乔夫 当选 苏共总书记以后 就进行了透明化的改革 整个国家 开始充满生机 但共产党的统治 就出现了问题 接着一些顽固派 最后发动政变 把戈勒巴乔夫给滴溜起来 关闭 最后 人民不答应 叶利欣整臂一呼 最终 把这几个政变者抓了起来 戈勒巴乔夫 又回到了政治舞台 但是随之而后的 就是苏联解体 和东欧巨变 当然苏共也 被埋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怪圈 对中国而言 我们称之为习近平怪圈 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怪圈呢 这个东东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得来说道 说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不复杂 我们如果呀 就是你站在的角度 你如果站在中共权贵的角度 来看待 你就觉得它不是怪圈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圈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这么几点 第一 中共面临生存危机 我们戴着不同的眼镜 就看问题 色彩就会不一样 中国大多数老百姓 觉得邓小平时代 邓江湖 其实这个时代还是很有希望 很有活力的 但是站在中共权贵的角度 不这样看 他们认为 再这样搞下去 中共就会丧失执政的地位 因为邓小平的市场经济 它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它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 或者说共产党资本主义 这个里面呢 它缺少法治 缺少分权制衡 缺少民主 简单的说 是在一个极权体制上 进行市场经济 这两者本来是有矛盾的 这两者 谈不容 但是硬捏巴在一起 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权权勾结 官场腐败 那个腐败啊 可以说全民腐败 全国腐败 所以习近平就给他一个机会 叫反腐败 但是现在老习的腐败 那更腐败 所以哥们贪污了七千个亿 哎呦我妈呀 那还不如之前的腐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叫道德能上 官吏腐败 整个群体事件不断 这就让中共权贵 非常的担心 因为啊 他们认为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 原因就 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没了 执政地位没了 那就带来麻烦 对他们来说 那就要面临历史的清算 这是无法承受的嘛 但是他们就归因于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权力啊 没有掌握在红二代手里 而是被一些 太监管家秘书给拿走了 啊江泽民啊 江泽民据说 啊什么家族叔叔还是什么 啊江上青 还算个革命烈士 也有说是叛徒 啊胡锦涛就是草根嘛 他跟共产党 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正是因为这些代理人 总经理 啊把权力拿走了 他们不会对这个党负责 所以导致中共今天的状态 啊现在 邵东家回来了 红二代已经长成熟了 那就要把权力收回来 啊所以在胡文时代的后期 其实啊胡锦涛要是不交权也不可能 啊不交权就面临一场政变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必须有一个氛围一个时代的背景 那就是还权给红色家族 习近平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看待的视角不一样 啊如果再这样走 你看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的崛起 民营企业他就会催生一一大批中产阶级 啊中产阶级恰恰是民主自由的中间力量 他们就会要话语权 然后就要分享政治权利 然后就要通过各种选举建立公民社会 那时候共产党就逐渐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啊不是有清华大学 啊这个教授就呼吁嘛 就说共产党最应该走的 做的一件事 就是体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因为你照略太多 对中国人中华民族伤害太大 所以啊在习的眼里 他觉得是深沉之秋 啊非常的危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大 让他把前任胡锦涛给嫡留出去 嫁出去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他有深刻的危机感 他认为老胡这些人呢 啊实际上在阻碍 啊在破坏共产党 啊这这些人啊 啊这个应该羞辱他 他的看法 目光啊价值的判断啊不一样 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黄金思联 而恰恰认为危机四伏 所以他在二十大报告上曾经做了一段 说法报告中他说他挽救了中共啊 挽救了这个党因为当时社会矛盾极端的尖锐 这实际上就是明明在羞辱胡锦涛 但是这老胡没志气 啊要是我桌子一排走人 啊老胡不敢比较落落 啊所以落落的人就被人看不起 最后他就决定展现他的权威 啊就把老胡嫁出去了 你社会上不是说习下礼上吗 哎那我叫李克强玩消失啊永远消失 哎这就是习近平啊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中共非常的危险 面临丧失政权 第二点也就是中共一旦丧失政权 对权贵家族来说是灭顶之灾啊 啊你我们觉得很好啊啊 中国就应该从后级权向威权 最后走向宪政民主 像有些啊公共自治分子说的 中国已经到了实现宪政民主 最后的临门一角 但是对于习来说啊 对于中共权贵来说 一旦中共丧失政权 他们就面临家族被清算 他们就会失去既有的权利和财产 这是他们千万不能去做的事 因为啊这不仅把父母啊 啊掉头得到了政权给拱手浪人 而且让自己陷入灭顶之灾 啊想法不同嘛 所以这是啊这么一个问题 其次呢就是习近平他并不认为他画这个圈 啊是阻碍中华民族 因为他跟我们啊有不同的价值观 哎我们就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吧 是不是你看看啊 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就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人民的幸福安全 必须要分权制衡 要通过政党的竞争 轮流的执政 最终呢都要服务于人民 要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这个世界多元文化 共同的生存 但是对于习来说呢 他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 他认为这个国家 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领袖 和一个强大的政党 必须对人民进行严格的控制 最终在一种有秩序的情况下 才能带来国家的幸福 人民的幸福和发展 因为没有秩序 就会出现混乱 就会像文革一样 无法无天 所以必须要控制 同时必须严防 这种政治体制的变革 他认为中共完全可以通过 自我革命 消灭腐败 同时通过所谓 中国是现代化 实现中国的强大 他的中国梦 跟你世界普世价值的梦 牙根是八杆子 打不到一起 只是现在他还要利用 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所以现在在外交上 还不能完全翻脸 但是翻脸那一天 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呀 这就证明中国在独裁的体制下 一样可以创造经济的奇迹 我们可以不依靠资本主义吗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让西方你要来赚钱可以 但是你想颠覆中国 想实行和平演变 没门 和平演变 结果是什么呢 你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一切经过选举 就像这个 川普 哈里斯 要进行选举 有人民投票 那人民都有权利投票 谁会去投共产党的票呢 那共产党不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这是他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说习近平怪圈 怪圈原因是什么 不同的价值观 他决定了不同的思维 你觉得这是一个生机万能的时代 对他来说 如上考弊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这是一个即将丧失政权的时代 这是一个特权 即将消失的时代 这是一个 万劫不复的时代 你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应该说还是有道理 至于说会不会 清算正义 那是后面的事 但是共产党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那肯定还是要清算的吗 你比如说老毛 这纪念堂 就没有必要再待在里面吗 火化 里面改成 这个专制独裁主义 受难 纪念馆 还是很好的 不同的看法 好 我们总结一下 习近平怪圈 在中国的这种出现 其实它是具有历史的避难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邓小平几做了一件好事 他又做了一些坏事 他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打开了国门 让中国人就开始清醒过来 知道世界为何物 就不像在北朝鲜 北朝鲜你要跟人家说 我们应该自由 要民主 要人权 他跟你拼命 因为在他的脑子里 人权就等于谋杀 这民族 民族就等于抢劫 你说你怎么跟他说呢 但是邓小平作为一件坏事 其实就埋下了 习近平复辟的 这么一个基础 徒劳 那就是没有改变 毛泽东极权主义制度 大家说他能不能改 我觉得改不了 因为这老邓 也是被老毛 也不存在 他也是洗脑 他自我洗脑 他的价值观里面 他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些东西 只是他比较宽容 比较务实 在一个年轻时 曾在法国留学 也见识过西方文明 毛跟邓 有没有共同点 应该说有 都想挽救中共 只是走的路不同 因为邓小平历经文革苦难 他知道 无论你什么制度主义 不改善人民生活 不发展经济 死路一条 习近平也经过文革苦难 但总的来说 文革也造就了他 正是在文革的时代 他经受过苦难 在农村生活 然后他又成为了中共的后备干部 然后一步步在观察混发 最终走向高层 他感觉到没有毛泽东时代 就没有他以后的未来 同时对毛泽东那一种权威 那一种翻手为云 扶手为雨 内心丑败 所以跟邓有相同 也有大的不同 跟毛更多的相同 但是也有不同 因为毛啊 是集权主义是什么呢 是马克思家 亲是黄 这是毛自己说的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那一套集权主义东西 再加上中国皇权制度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习呢 除了这以外啊 他既有马列 这左右 左翼集权主义 又有希特勒 右翼集权主义 再加上皇权专制主义 他是一个三明治 比毛更毒 同时呢 他在控制社会的角度 他更多的运用了高科技 数字科技 利用这些 像健康码呀 这些 可以把你控制在家里 完全实现了 1984 这个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 所写的 1984里面 所设想的 那么一种 对全民监控的 这么一种图景 所以说啊 习近平 他的怪圈 就是要把毛 集权主义 等候 集权主义 再重新 拉回到毛的 集权主义 形成一个 圈 但是我们也要说 习近平怪圈 他是个怪物吗 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关键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啊 他毕竟经过 40年改革开放 他对这些文革的 那一套东西 并且都是共产党 自己批判的 同时大多数中国人 走向西方 即使到今天 习近平也不敢 关上中国的大门 因为他知道 他要 要什么 要西方的资金 要西方的技术 你把互联网全部 卡段 你把国门关闭 那经济怎么发展呢 中国又是14亿 大国 大量贫困人口 他做不到 同时醒过来的人 你让他再重新睡回去 那你除非给他吃完棉药 啊 醒来也不行呢 因为这是做不到的事 无论你怎么做 只要你这个制度 是反能性 反法治 啊 反文明 你就不可能 最终成功 世界大事 浩浩桑桑 殉智者昌 立志者亡 习近平 也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小丑 而已 他的怪圈 最终会成为他 向上的绳索 成为他 走向末日的 脚索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言归正传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周啊 接着聊